啊 宵夜 那個 遊戲夠人累了 中場休息 我覺得好像不錯 現在看好像OK 現在 快四點了 還在吃遊戲 我要看等一下可能 如果想要第三道的話 四點的時候 可能要再吸一道 我剛剛貼粒子 我也累了 漆油漆齁 我真的要向油漆伺服致敬 油漆齁 要漆的均勻就算了 手還很痠 這不容易 果實在有大桌面 其實我覺得 兩次OK 那以後要第三次嗎 其實很均勻喔 它有那種厚度 有 漢油 你累了 睡覺好了 我就好像要把它做完 竟然要做到完美 是不是 那有蛋蛋 對 因為我們油漆還有罐 要有其他另外一邊 對 可是另外一邊不用那麼多啊 對啊 但是還好啦就 燙燙好脆啊 做得超軟 空氣 這次完成之後以後有沒有人想要幫我們做裝潢 設計設計 你這是完全都自己DIY耶 對 好有成就感 對 但說真的花的時間也蠻多 沒有我以後 純設計 請人家說 對不對 我連工人錢都要賺 哈哈哈哈 最近真的是比較忙 就忙著那種家裡的東西 布置啊 我老婆每天都要去一下 B&Q啊 IKEA 一個禮拜去的三到四次IKEA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看了就馬上買那種 看了要想一下 適不適合 需不需要 不然下次再來看一次 還有那個 有時候尺寸的問題 有時候尺寸的問題 怎麼了 好吃啊 好燙 好像什麼 窗簾啊 櫃子啊 什麼的 就是都會有尺寸的問題 所以 不能太快下去 對 不能太快下去 那想說穿吊嘎跟舊褲子 怕塗到油漆 結果 沒有 那我們 塗油漆穿白的啦 這是內衣 那我還穿什麼 其他衣服都是外衣 你會罵我弄到的話 洗一洗 這都穿在裡面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覺得選這個也是還不錯 我們就是 這個呢 是去 就是特立無選 然後 他其實有 你 我們 我們第一次啊 看 油漆 我就 我們就晃過去 然後 他們有那個色卡 我就想說 他那個色卡 就是選要 就是他那個油漆 旁邊有色卡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比較好笑 一開始的時候 他油漆就這麼奇怪 嗯 他這樣子的話 總不是我們的顏色啊 因為他什麼 紅色黃色有 然後還有很多漸層顏色 後來才知道有色卡 你選 然後他們才有一個高科技的那種 電腦 調漆 調漆的機器 對 你要什麼顏色 色卡給他 他就那瓶白漆 就放到那個機器裡面 他就滴顏料進去 然後你就自己混合 就是你要的顏色 這超厲害 這開始了 不是 尤其沒有我們料的顏色 那不是白的就是 對 然後原來是要那個調和期 然後他去調你想 喔色卡 真的我跟你講 他很灰花 他開始 我說想要灰藍色 然後 然後他跟我說 這是灰藍色 然後我就看其他的灰 其他的藍 然後 然後混在一起 我就覺得我眼花了 然後會覺得說 這個灰好像帶一點點藍 可是說覺得會不會刷上去 跟旁邊的灰又長得一樣 這不一樣 我會怕太相似 但是其實每個灰 每個那種混的顏色 真的是 我就要實際刷才會遲到 我們 我在那邊看了很久 看到眼睛都花了 嗯 那我們選這個藍是他 我覺得他顏色裡面 有 我覺得他比較暗一點點 你現在看的是打燈的 打燈不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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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們本身家裡啊 比較偏 灰色系 他原本 原本他 他想要選 綠色 我一直想到 Tiffany那種綠啊 可是 藍藍綠綠的那種 可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綠色跟我 我們家其實沒有任何一個元素是綠色的 嗯 他復古啊 復古的話 我們一開始 我們後面就不要用這些 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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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